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引爆核弹与罗同归于尽 可惜他的伎俩老老就被看穿了 被罗收编的卡尔根统领接见了他 他告诉普利基上尉 罗永远可以让所有人忠诚于他力量 无谓的反抗只是徒劳的 很快他也会一起为罗效力 说到另一边 杜伦行人包括杜伦 贝泰 聂尔斯和马俱波 决定前往穿陀寻找谢顿留下的信息 找到第二基地 寻求第二基地力量的帮助 在中途他们经过一个小王国的时候 被搜自称是菲利亚王国的巡逻舰拦截 杜伦和马俱波被带上他们的飞船进行询问 询问结束后 杜伦确信这是来自基地的飞船 这些人是罗派出的爪牙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放了他们 但肯定有问题 马俱波这时也回应说 他在船上看到了普利吉上尉 他认为普利吉上尉也是从基地逃出来的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接下来旅途比较通畅 他们很快来到了川陀 可是现在的川陀只是一个 只有1亿人口的农业星球 旧帝国的首都已经搬到了 一个叫做新川陀的星球 如果想要进入川陀大学图书馆 需要得到旧帝国皇帝的允许 为了避免发生冲突 他们还是决定前往新川陀 拿到许可 过程也比较顺利 不过在他们决定返回川陀的时候 旧帝国的王子劫持了他们 关键时刻是马俊波使出了负面情绪的力量 杀死了王子 他们也得以逃脱 回到川陀 心理学家米尔斯 马上像发了风一样 废情忘事地研究起来 而马俊波则充当了心理学家的助手 无所事事的杜罗和贝泰 只要负责一些生活的所事 不久之后 普利吉尚未到来打破了瓶颈 现在他已经是罗的手下的上校了 他告诉贝泰 罗可以随意控制别人的感情 现在他已经被罗回转 完全忠诚于他了 他希望贝泰放弃抵抗罗的想法 一起归顺罗 结果非常明显 贝泰没有答应 普利吉尚校也离开了 从那天起为了安全起见 贝泰一直随身带了一把合冲 两个星期后 一直最新研究的米尔斯 叫来贝泰和杜伦 他要说出这段时间他研究的结果 这时的心理学家已经咽咽一息 他想在死前把第二基地的秘密告诉他们 可就在米尔斯要说出第二基地的位置时 贝泰突然一箱打死了他 马俊波仰天怒吼 在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这一句 马俊波当然不是什么马俊波这么简单 他也就是现在银河霸主罗 他之所以要混进他们当中 除了方便混入基地之外 发动能力控制战争走向 也是为了找出第二基地 趁第二基地的人他没有准备好 将其一举皆美 米尔斯那么不要命的研究 也是罗对他的精神动了手脚的结果 但当然是不明白贝泰是什么时候看出来他身份的 贝泰说当他看到马俊波强大精神力量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而且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每次他们都现在哪 哪就会沦陷 这都是马俊波高的鬼 上次被拦截也肯定是罗为了抽空 控制普利吉上小可以安排的 听完这一切 罗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贝泰是他唯一没有进行精神控制的人 罗是一个突变种 从小被人歧视 只要他发现了自己的力量 他可以控制每个人的感情 于是他开始利用这份力量 利用他一步步征服整个银河 在他见到贝泰之前 从来没有人在被他精神控制之前就喜欢他 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份感情 他也就没有尝试去控制贝泰 可就是这小小失误 转送了罗歼灭第二基地最好的机会 现在他只能回去 莫等待第二基地的反击 到这里为止 整个银河系基本已经被罗控制 而罗神秘面纱也已经被揭开 他起初通过米亚斯得到第二基地位置的计划 已宣告破产 接下来就是等待一直未成蒙面的第二基地 和罗正面对局的精彩剧情 本期节目先到这里 如果喜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按钮来关注我 谢谢大家